第一次见面是因为我们俩当时都因为要来雪城读书 然后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是长沙一起来的嘛 就觉得大家见个面 不是那种很稳重的 就第一感觉是那种比较活泼爱玩的那种女生 对她的印象不是特别好 因为她就穿了一个粉红色的大裤衩 然后加上一个那种拖鞋就来了 就是那种特别随便 孝顺吧 对爷爷奶奶然后爸爸妈妈都很孝顺 然后比较阳光开朗 然后喜欢运走 她是有一个比较有自己想法 不喜欢跟就是其他人怎么干 她有个要怎么干的 她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也比较敢去做 就是而且她如果她喜欢做的时候 她会比较有毅力坚持下来 东西都乱扔 然后找不到东西 然后有时候我可以带她旅行箱 两个不同的旅行箱 就是一只袜子放这个 一只袜子放那个旅行箱 动手能力特别差 特别差 就是家里就不论是拼什么 桌子啊凳子啊 它是一张图纸 然后一些小零件要拼起来 然后她基本上就是都看不懂 基本上都是我来看 我要看 喝点我把那个箱子给收拾一下 一个礼拜以后 她还在哪 然后她不收拾 我就把那个东西搬到最路中心 你过路的时候 你一定会被她拦住的 然后你一个星期以后 会发现那个东西还在哪 因为她走路的时候 她就可以绕着走 缺点对我非常严厉 我打一会儿游戏 就开始喊我了 然后我干嘛一点 她就要非常来管我 她对我非常严厉 对我脾气比较大 吓得可怕 你 说梦话呀 还可以跟你对话 想法变得特别坏 比如说现在吃完饭 她就会 哎呀晚上还要加班呢 哎呀明天要开会呀 这么酷比呀 好困啊 不加 我要看韩剧 不加班了 哎呀我休息一会看韩剧 都怪你 就是你 哎呀我烦呐 开心的时候就会 开心 今晚是吃火锅 今天晚上吃火锅 明天吃火锅 共同的爱好 没有 他会最大我看巧 什么的吧 虽然我也不感兴趣 有打游戏吧 他每次打游戏 他基本上就 全身观众 他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他又不想让你觉得 他冷落你了 然后你问他什么东西 他就 嗯好 是 他其实他又没有在听 所以我觉得很浪费我的时间 对我凶啊 对我脾气不好啊 有血 比较懒吧 我差不多了 我俩在家基本上 搞卫生什么的话 就是 嗯 要看谁先忍不住吧 谁先忍不住谁就说了 然后 然后还有一点 不爱收拾 我们俩都不爱收拾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角度 就很干净了 但你想一下镜头后面 对我开心的时候最可爱 有时候他不舒服的时候 生气的时候会比较会比较交响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会比较可爱 因为那段时间 那时候他会对我温柔一点 也就是会莫名其妙就大开人大叫 然后可能就是嗨的时候就开始唱歌了 然后唱个歌词我也不懂 然后他其他词也不懂 这好像是世子王的歌吧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的优点 那不定讲得完呢 整个人也还阳光开朗 然后不会给你带来太多负能量 然后我自己的优点 我自己的优点 那不定讲得完呢 整个人也还阳光开朗 然后不会给你带来太多负能量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运动 所以有时候我也喊着当当一起 运动像滑雪什么东西 有时候脾气会大一点 对 口头表大努力还可以 那时候英语其实大家刚在美国都不太好 我跟我朋友就买了两个桌子 然后好像是19块钱的 然后买回去了 那时候正好只剩下最后两个 然后第二天他就去超市里 要买一样的 然后他就是那个收购员说是变成29块 他说凭什么呀 为什么我朋友昨天买的是19块 他19块钱卖给他 然后结果回来一看 发现这个桌子 跟我们的不一样 要大很多 还是虽然他现在 没有那么喜欢他现在的工作 但是有时候出于职业素养 他还是能就是尽力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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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